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四晚上外盘都涨 你看欧洲也好美国都出现一个1%多的上涨 但是转天周五的开盘 A股依然是低开 还好往上冲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还是向下出现一个快速一个杀跌的过程 还好 跌完之后干嘛 回来了 你看脱欧到底这事对A股影响有多大 这事完没完呢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事 你说这事你总在那旋着吧 你说我这个你做多也不敢做 做空现在位置比较低 你也不敢做 好像是市场始终比较低迷 也就是因为如此 那么其实我们细细分析一下这脱欧 英国如果真的脱欧了 当然现在投票通过了 但是它流程还需要一个慢慢的流程 如果是脱欧了 对A股当中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到底有多少影响 其实我觉得你欧洲也好 还是欧盟也好 还是英国也好 它都是欧洲 它是我们最大一个贸易伙伴 不假 但是你别关心英国 你在不在欧盟 它都是我们贸易伙伴 所以说对于贸易来讲 影响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 二一个我们国内的人币 它之前有个设计 在英国 在伦敦 弄一个什么 利润市场 想以伦敦为中心 慢慢地我辐射到什么地方 辐射到欧洲 你英国一脱 脱欧了 它不在欧盟里了 你辐射的力度相应的减小了 再有一脱欧之后 大家看到英镑暴跌 然后谁涨 美元涨 黄金涨 还有谁 日元上涨 也就是避险情绪的这种推升 它要助推这些品种的这种上涨 这些品种上涨 相对于人民币来讲 它就什么 有一个人民币 它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它就有这么个压力 所以说这是对我们的影响 另外我们说了 是护港通完了 我们下面是深港通 我们还有什么护轮通 是不是 这是不是也要受到一定影响 或者说如果是真有护轮通了 它能够从伦敦 从英国辐射到欧洲 这种辐射力是不是会有影响 它这个确实有一定不确定性 但是总体上 您听刚才这几点了 它基本上对于国内的经济 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此我们在上周五中午 这个消息出来 投票结果一出来 你看各大股指 以及各个货币也好 还是大宗商品也好 其实振幅最小的 受影响最小的就是我们A股 其实就是A股 上周五走势开盘就跌了 跌了一点点 没有跌多 然后跌下去再回来 您把这跌去再回来 这段给它去了 其实就是什么 那不就是一个 我们A股正常的一个走势 小银小洋线 基本上最近这段时间 成交量相对的比较低迷 当然了你上周五 因为乡下一打往上拉回来 可能成交量放大一点 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个影响 市场相对还是低迷的一种状态 各个板块我自己走自己的 你哪个板块走得好 哪个板块走得不好 我该走得不好 还是各走各的 指数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 对于英国投票这事 大可没有必要 就那么那么的去关注它 或者说那么对于A股 对于它影响来 对于它影响A股的这种影响力 影响的力度 没有必要那么的放在心上 我们市场还是有自身的 这种运行的规律 那么公司还是以前那些公司 行业还是那些行业 我们把自己的功课做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毕竟现在2000多点 你看那天打 万海打多少 2800点 2807点 之前我们看 有一根大阴线 是不是 跳空大阴线 那事为什么来的 因为俩事 第一个担心脱欧 第二个MSAI 因为这事跳空长阴线 万海打 打多少点 2814点 也是2800多点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几次利空 基本都打到2800多点 显示说什么 那地理底下支撑 其实挺强的 是吧 总体来说 现在市场 没有走出一个向上 或者向下趋势来 那么市场 现在还是一个震荡 可能外界的消息 外界的消息 对于市场本身 有个短期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趋势 还是依照市场本身的 自己的运行规律 来去慢慢的 来按部就班的去运行 所以说我们觉得 上一周这事 终于告一段落了 那么在7月份 我们马上就要7月份了 6月份还剩最后一周 是吧 从明天开始 最后一周 市场该怎么走 我觉得一会儿 我们在明日下周潜现报当中 将和大家一起根据 现在整体的图形 整体的技术指标 也好 技术图形栏 慢慢的给大家去详细的 这种讲解 那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板块 是什么呢 是牛伞 问答 看看这期呢 有什么问题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这个环节叫牛伞问答 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 通过这个我们的公众听台呢 给我们留下这个微信的留言 就问出很多的问题来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今天呢 选择两个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如何来计算指标背离的 那股票的这个转折的时间点 它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 有多项指标发生背离了 比如说MACD RSI CCI等 这些周期全背离 特别周线如果全都背离了 那么但是股价呢 没有听了一套 还继续创新低 那是否能够计算出 其可能出现的转折时间 这是个问题 您看好了 指标是背离了 例如MACD CCI RSI或者KD等都背离了 它想计算出什么呢 转折的时间来 一直在跌 我什么时候开始涨 这个是这么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举个例子 您是问的周线 所以说呢 我们以上证综合指数的周k线 给您讲解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个图 这个呢 是上证指数的周线 我们看 在这一段 这段时间 股价呢 不断地创出新低 你看不断创出新低 对吧 不断创出新低 就从这开始 你看从这开始 MACD 从这开始就背离了 你看它是不是向上的 股价向下的 背离了吧 对吧 涨了吗 涨一点点 马上再创新低 是不是 所以说呢 第一点 第一点什么呢 股价背离了 就是说你股价创新低了 指标没创新低 在这种情况下 股价一定是见底了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当然了 从周k线上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周k线 MACD出背离了 确实 它大多数情况下 它会有一个向上的反弹 甚至说 是走出一个反转的行情 但是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图 如果说 您先把这个操作方式 挪到日K线上 挪到日K线上 那么您看一看 如果说发生背离的话 您就是买进 如果发生背离就买进 那将会造成一个什么 什么结果呢 大多数情况下 背离呢 情况下它要停 股价停一停 它是不是要反弹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也例外 您看看 这一段时间 您看这段时间 这股价从6000点到1000点 到1000 6100到166 这段是吧 您看这MACD 开始 有个小背离 这有个小背离 对吧 股价创新低 它不上几低 涨了 但是呢 您看这一个底 和这一个低点 它是不是一个大背离 你仔细看一看 它是不是一个大背离 它这个低点是不是下移了 但MACD是不是往上移了呢 但是您看这 只是横盘一段时间 继续创新低 是不是 它呢 继续背离 MACD始终再不创新低了 又出现反弹 再一次向下 这是又一次 又一次背离 那一共有几次呢 这是第一次 这不算啊 因为你两个地点出来 那才算背离嘛 对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一共出现了三次背离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确实三次背离呢 是一个相对的极限 我们不说绝对的 90%以上的时间 那基本上出现三次背离 确实它有一个相对的 比较大的一个向上反转的 这种可能性出来了 所以说呢 您看背离 是看什么呢 是看这股价反转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您的问题来 您说如果背离了 它会不会能算出后面的时间来 首先我来回答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第一个 第一点啊 我们这个什么 K线图 你别管是周K线 是日K线还是月K线 它有两个因素 什么呢 横坐标和纵坐标 横坐标是什么 时间 纵坐标是价格 或者是指数 对吧 是价格 那么MACD也好 RSI也好 还有CCI也好 我们现在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这些指标了 以后有自己慢慢的 再讲解这些指标 它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指标公式都是什么 MACD它描述是什么 其实它是均线的一种 指数一同平滑平均线 对不对 它是平均线的一种 它只不过计算方法 不是简单的算是平均 既然是平均线 它拿什么算的 收盘价 RSI拿什么 依然是收盘价 CCI拿什么 收盘价和均线计算出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 几乎都是收盘价 都是跟什么 跟价格有关系 研究都是重坐标 这里没有时间什么事 你怎么会通过研究重坐标的一些公式 来推导出来后边时间 这从逻辑上就不通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它研究的对象不一样 我研究价格的 没研究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能推得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便是发生背离了 它就一定会出现上涨吗 就一定会出现反转吗 刚才我们通过实力 也给您做出一个解答 对吧 它也不一定 对不对 它也不是就确定的 所以说从市场当中 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 不确定 如果有公式了 A加B等于C 这个市场不存在 为什么 一旦出现什么情况 它就怎么样 比如说一旦背离了 或者一旦怎么样 这市场一定涨 一旦顶背离 一旦怎么着 它就一定跌 RSI到80了 KTC都上80了 在强势区域死X 它就一定会跌 如果真正那样的话 一旦出现 这个信号 这个指标 您看到 我看到 大家都看到 那么如果这时候 在底部的时候 那谁来卖呢 它顶部的时候 那谁来买呢 大家知道要涨 大家都买 那没人卖呢 那就涨了 涨定板 一个一个涨定板 如果在村子顶部死X了 背离 然后死X了 那大家都卖 应该跌停板 没人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逻辑就有问题 因此我们学习技术指标 我觉得那是怎么样 第一个 不要找捷径 市场当中记住了 不可能有什么捷径 没有什么确定性的东西 这我们刚才说 这市场最确定的一件事 也就是它没有确定性 这才是市场的魅力所在 也是正因为如此 才有那么多的人 去研究它 我们这A股市场 才二十多年 你说美股 那多少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 多少人在研究它 到最终怎么样 股神就一个巴菲特 它一年的复合收益率多少 百分之二十几 如果是有一个这么一个 什么指标 什么什么一个东西 一个工具 它怎么 基本上我都能对 那不可能百分之二十几收益率 您按复利算起 一天您挣百分之一 您算一下 这一年您挣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从技术指标的研究上 首先要搞清楚 它研究的是什么 其次我觉得更要深入一点 要研究每一个指标 它是怎么构成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当然这一点 我们从以后的节目量 不管是周末版 还是我们日播版 都会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那么好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什么 就是说 我在谈古人心当中 就是曾经谈到过这威廉指标 他想问一问 威廉指标与日K线走势 是否是反向走势形态 此外威廉指标搭配哪些指标 最适合呢 那好了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图 来看看这个威廉指标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威廉指标确实如此 就是这个图的下边这个指标 我们把它 瞧过来 这是改好的一个 上次有一个 有一次呢 这个节目当中呢 给大家呢 聊聊怎么去修复 可能您没看清 没关系 我把这个原始的威廉指标 调出来 这是原始的威廉指标 就是这个 您的指标 那个软件当中呢 自己带的这个指标 就是这样的 我们怎么去调整它呢 你会发现啊 这样的指标呢 我们把它点右键 点到右键 把它去调整 调整这个指标公式 这公式呢 它是和我们这个 神的不太一样 因为它确实是这个 股价跌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涨的 这指标是涨的 股价涨的时候 你看修改公式啊 我把它修改成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参数呢 它最大就是100 你看发现了吗 最大就100 那这时候我们想定100期 定不了 怎么办呢 我把最大改成1000 不就行了吗 我再加个0改成1000 这缺整的是什么呢 是10是没关系 我把它变成170对吧 下边这个呢 我也把它变成170 那不就成了两条线 并成一条线了吗 这时候您看这指标呢 首先呢 它呢 我把它那个变过来了 但是呢 有 您会问了 有时候您要自己变呢 这指标它不让您改 怎么办呢 一改 你看它又 它又重名了 怎么办 我再起名了 我W2 我再加个R 我把它盖换个名字 那时候这和我点一个另存为 换了 那么我现在敲W2 就是刚才我们修改完的微轮指标了 出来了 你看都是参数100期 没错了吧 但是您发现有个问题没有 发现问题没有 你看这时候它是长的是吧 你看 是吧 这是W2 对吧 刚才我们改完那个 对吧 刚才改完那个 那么 它是长的 但是它是跌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它是跌的 但是它是长的 你这个看起来 它不好看 它别扭是吧 它不那么舒服 那没关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继续改 我们怎么样 把它反过来 行吧 这个指标呢 它最大是多少呢 最大的数呢 是100 最小的呢 它是0 它就0到100 没关系 那好了 我就把它变成什么了呢 如果您得出来一个答案 是多少呢 是得数是多少 80 没关系 我把它变成20行吗 100减去这个数 对吧 那这还有一个 100减去这个数 是吧 如果以前是得出来是80 得出80 那你像 你看 比如说这个数 以前是80 对吧 以前是得出来80了 你拿100一减 它就变成多少 20了 那你得出来如果30 那100一减 变成多少 70了 对不对 它不就有呢 由大变小了 但是你要是50 100减50还是50 就不动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呢 我把它确定保存一下 你看 你现在在看怎么样 这指标是不是怎么样 翻过来了 它这是涨的 我这也是涨的 它是跌的 我也是跌的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指标呢 由上涨的 以前的上涨的变成下跌了 由现在的 以前的下跌变成上涨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 看这个指数呢 和这个指标呢 它就是同向的 您看着来 它就和我们这个 以前的 众多的这种 这种看盘习惯呢 它就一致了 你别管是RSI KD MACD 你这个指数往上价格一涨 它都是涨的 对不对 价格一跌 它都是跌的 就这指标 就唯独这个威廉指标呢 它的设计上 就是威廉姆斯先生 它设计上呢 跟我们其他指标不一样 但没关系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习惯的 那不就完了吗 它是道理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有的指数什么 有的反向坐标 是吧 您看不清楚 你看是不是要跌的 我没事 我把这指数反过来 看是不是要涨了 它要涨了 它不就要跌了吗 就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指标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 这不就行了吗 就符合我们的 观察和学习的习惯 就行了 那么另外这指标 您说了和什么指标 配合使用 是吧 配合使用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来 回到图当中 我们看 您看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时候呢 就是还是这个 5178的时候 这是A股指数 我们换成上证指数 换成上证指数 5178的时候 那5178的时候 您看 这个指标 一直是有一条什么 一条非常清晰的 每一次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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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这指数起来了 那从这点跌破了 从这点跌破了 我们看好这点 我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在哪呢 从哪跌破呢 从这 是吧 从这跌破 从这个位置跌破 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 您看 把这 我把它画个条线 画下来 对吧 把它跌破了 对吧 跌破的这个点 我把它画上去 画上去 大概在这位置上 您看这位置是MCD出生什么了 MCD出生什么了 我们刚刚讲过MCD出什么了 它创新高了 它却没创出新高了 它是向下的 您发现了吗 它是向下的 对吧 MCD是向下的 它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相比较 以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相比较 背离了 记住了 背离的时候 我们把这段 背离这段放大一点 您看 您看清楚一点 它怎么样呢 它发生背离什么意思呢 您看真正的发生背离什么时候 当骨架创新高 创新高在什么地儿 这儿 您看 这高点在哪儿了 高点在这儿 对吧 就这个点 对吧 突破这个点 这儿突破了 对应是哪儿呢 对应是在这儿 这儿它钢筋叉 是不是 这时候背离了吗 股价创新高了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股价创新高了吗 创了 创新高了吗 创了 它呢 创新高了吗 没有 但是这时候叫背离吗 这也是不叫背离 为什么呢 它可以继续涨 指标是不是继续涨 我们假设 5178没停 5178继续涨 那5278 5378 这指标继续涨 怎么样 它就不背离了 发现了吗 所以呢 背离的时候 您不能看 股价创新高了 它没创新高 这叫背离 这是错的 一定要确认的情况 什么 死茬 那才叫确认背离 好了 MACD在这个点上 确认背离了 它呢 也跌穿了 这就配合其使用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呢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呢 之前那种上升结构 宣告结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说您在结合KD 结合ISI都可以 那么指标的结合当中呢 一个是这个 威廉指标 您问和哪个指标 结合比较好 我觉得是MACD 为什么那么讲呢 威廉指标呢 它呢相对的 相对的比较灵敏 这是一个 二一个它能有形态 它能有形态 您画出一个大的支撑线来 这好 这里跌穿了 这一个代表之前的市场 可能告一段落 但MACD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趋势指标 它是个趋势指标 MACD被离后的死差 意味着什么呢 趋势转折了 均线死差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市场 我们要跟对趋势 顺势而为 趋势很重要 趋势用什么来看趋势 趋势是什么 我看到的什么东西 它是趋势 用什么东西能描述趋势 趋势线 还有均线 这两个东西 它能描述的趋势 均线向上的时候 那就代表什么 趋势向上 短期均线向上 短期趋势向上 中期 比如60天线向上 这代表60天线趋势向上 如果年线 250天线向上 那么就大的趋势向上 是不是道理 好了 那么既然均线的代表趋势 这点您明白了 MACD也是这个道理 它也是均线的一种 只不过计算的方式 计算的公式 它在均线的基础上 在简单的移动平均线的这种基础上 更复杂的一点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意义是一样的 同样都是描述的趋势 一旦这个趋势 描述趋势的这个均线 这个MACD出现死亡交叉了 那你以为短趋势 死差长趋势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之前这波趋势 它告一段落了 特别是在MACD出现贝离的情况 贝离什么意思 有句话叫什么 叫指标不承认上涨 当然这是顶贝离 如果底贝离 就是指标不承认下降 这就出贝离了 在贝离以后 它死差了 您再结合着威廉指标 这威廉指标的原理 简单跟你讲一下 它用震荡震荡震荡 我们讲了牛市什么意思 牛市越涨越高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是不是 它怎么样 拉回的少涨多 拉回的少涨多 反过来不就是熊市了吗 所以说你看这股价 你看这指标 威廉指标 每一次上涨回来 上涨回来 上涨回来 它都什么 回不多 但是如果一旦回多了 怎么意思 怎么样才能回多了 卖的多了 对不对 之前回的5% 10%我就停了 现在不行了 回5%还不停 10%还不停 20% 那就意味着什么 完了 这事跌起来没完 牛市不是这样 牛市你不可能跌起来没完 所以说这个意味着 市场它的强弱发生变化了 市场的震荡格局发生改变了 对威廉指标说的是这个 有吧 那么以前我总在的市场 我总贴着最高价走 我总贴着最高价走 那不就是牛市吗 我总贴着最低价走 那不就是新低不断 那不熊市吗 一旦它发生改变了 一旦它发生改变了 就市场震荡的格局变了 它脾气变了 是吧 以前到这儿回去 以前到这儿回去 它现在到那儿 它不回去了 它接着走 因此呢 这个 它的脾气变了 风格改变了 震荡的区间变了 这就意味着 它市场呢 确实它是发生变化 有一句话是什么 是底不反弹 反弹不是底 对不对 也就反弹是吧 反弹 然后它回回来 反弹创新低 反弹创新低 这就是反弹不是底 但是一旦起来了 意味着什么呢 这不是反弹了 反弹 反弹它就有什么 有一个固定的高度 反弹力度比较小 这一起来 超越了反弹这个词的概念了 那不就是反转了吗 如果这时候 您再配合MAC的底背离 那你说 熊市完了 牛市来了 如果这个指标 它发生在什么地方 同样一个 我们这个组合 你发生在周K线上 那你说 这是不是 它一笔日刻线 它就更加重大 就是这道理 所以说 这个指标 您这么用 我觉得就可以 把它用得非常灵活了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 就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指标 我怎么样调 我能调得自己舒服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你看这指标 它怎么结合起来用 确实 要结合起来用 效果会更好 好了 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回答到这 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是下周 想先报 本节目由大宗商品专业品牌 银天下独家冠名 投资难免有风险 银天下为您投资决策助力 帮您降低投资风险 银天下投资者信赖的交易软件 银天下 投资难免有风险 银天下为您投资决策助力 帮您降低投资风险 银天下投资者信赖的交易软件 银天下 银天下 这些图形 黑线以及技术指标 我们先来看一看 首先来看看上证中国指数 它什么 小阴线跌穿了短期的均线 你看这条小阴线 它是把短期均线都跌穿了 当然这周线虽然是短期 但是周线 五 十 二十 但是都是五周 十周 二十周 那么且均线处于什么 粘合的状态 纠结的状态 它是不是粘合了 纠结了 谁在上谁在下 无所谓 反正都差不多在一块了 那这个预示什么呢 变盘 变盘的时间快到了 均线什么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你看这分开了 它就要往一起合拢 那现在合了 它就要分开 均线要分开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或者向上 或者向下 它均线才会分开 它要始终 始终是什么 始终这么震荡 始终我就向右走 横向震荡 均线分不开 对不对 所以说变盘快了 那么这时候呢 MACD它继续上行 但是红柱缩短了 KDG是个什么 倒压嘴的形态 什么呀 你看那K和D 怎么样 交上了 没交上 下来了 是吧 要什么 要什么 谨慎观望 等待突破均线 以及KDG金叉后的 右侧买点 为什么要等待右侧买点呢 因为这时候 它均线呢 在一起粘合 它有可能向下 打破僵局 那KDG也表示 有个倒压嘴 有可能向下 打破僵局 它有这种可能啊 一旦向下 短期将出现一个 快速的杀跌 所以说这时候 你说我不谨慎 我现在怎么 它要向上 我先抄进去 怎么办呢 它真向下 损失就不小啊 短期会快速杀跌 当然了 因为它这KDG呢 虽然倒压嘴 但是很近 发现了吗 很近 均线也很近 这一根阳线 金叉了 这就会金叉了 这也会怎么样 均线向上就发散了 所以说你要等待 它的这个右侧买点 这是上证指数 下面再来看看 创业版 创什么样呢 镇幅包含于 上周之内的小阳线 你看这两根线 是不是 前一周是这么一个阴线 下一周小阳线 就是上一周 是小阳线 是吧 它呢 镇幅包含的它 上线和下阳线 都没有超过 上周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犹豫的犹豫 表明市场出于犹豫的状态 犹豫什么意思 犹豫也是一个变盘的先兆 它要变 均线也是同样是纠结的 MACD呢 它金叉上行 KDG50附近 同样是金叉上行 你看这和主板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KDG是金叉上行的 对吧 50附近 金叉了 还慢慢向上走 是吧 它和主板不太一样 而且它这个犹豫和主板也不太一样 不犹豫 不太一样什么呢 它如果是用 我们说这叫什么 这叫K线 有上线下线 叫K线 那还有叫什么 棒线 开盘线在这 双盘线在这 对不对 然后下一周呢 开盘线在这 双盘线在这 这叫什么 美国线 在美国线里 把这种线叫什么 叫什么 叫线内线 线内线 那这种线内线和我们说的运线 其实意义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线内线 它的犹豫的程度 要大于什么 要大于运线 还要比运线更犹豫 比运线更犹豫 它就变盘的这种 这种变盘的可能 它就会更大 所以说这是创业版 但是基于它的犹豫 犹豫什么 犹豫是中性的 那再基于它呢 我们讲啊 KDG指标呢 它在五零附近 它是金叉上行的 所以说呢 拉回您可以啊 清仓清仓的做多 那最后呢 再来看看中小板 中小板指数呢 它是连续三周的小银线 但是没有跌穿 之前阳线实体的一半 之前这个阳线 发现了吗 一根大阳线 后边三根小银线调整 但是呢 都没有跌穿 它阳线实体一半 也就是说 您在这买进的 到现在还没挨套 还获利呢 对不对 MACD与KD 都是金叉上行 所以它 中小板可以 逢低做多 逢低做多 它和主板 和创业版呢 都有点区别 所以说现在三个指数当中呢 最强的是中小板 所以说您选股的范围 也尽量围绕着中小板去选择 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的周末版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